大家好 歡迎來到秋迷姊的頻道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小秋 觀看我的影片 讓我們一起騎腳踏車 看到更寬更廣的世界 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Marco Pantani 的海豹 我們現在人在義大利的Saint Marino 我們要收看2024年 環化Toro de France 那我們就開始吧 各位觀眾 萬眾期待 我們追滿環化21站的企劃案 來啦 環化第一站終點 在義大利的Rimini 注意是義大利 不是維大利 義大利真的天高皇帝遠 不過沒事情 我帶大家清零現場 看看世界公路賽的最高殿堂 環化Toro de France 到底在幹嘛 下圖這個就是大名鼎鼎的環化終點 全世界的頂尖車手在拼的 就是這條終點線 E664WX312H 是什麼意思 代表這塊螢幕的解析度 W Day Width 寬度 H Day Height 高度 寬有1664個畫素 高有312個畫素 接下來我們來到大名鼎鼎的環化頒獎台 972WX756H 這是什麼意思 代表這塊螢幕的解析度 寬有972個畫素 高有756個畫素 為什麼我知道這些 因為我之前做過電視 為什麼我之前會做電視 因為我上輩子做壞事 這輩子做電視 義大利的Rimini位於海邊 擁有15公里的沙灘海岸線 它是歐洲最著名的海滨度假點之一 超過1000家旅館和數以千計的酒吧 餐廳和夜店 Rimini這邊的旅館 不用想了 絕對都是天價 這趟旅程 我得當Jason哥 就不住Rimini這邊的飯店了 說了這麼多 我只是想帶大家看一下 鴛鴦細水 環化第一站的高度屠如下 我當時決定不要在終點跟大家擠 因為我當時還是環化菜鳥 我往回開到最後一個 三級登山點附近等集團 最後一個三級登山點 又是另外一個國家 San Marino 我就帶大家來看看 San Marino這個國家長什麼樣子 這段影片 就是從San Marino看出去的日出 讓人感到彷彿自身化中 San Marino這邊剛好有一個單車博物館 也就是我們這集開場的地方 如果是單車迷來這邊 絕對會瘋掉 可以看到很多傳奇車手的照片 就這麼剛好 下面介紹的有些傳奇車手 都會變成我的好朋友 有些傳奇車手 會在我們的環化系列 真人登場 注意 確認是真人 也確認是本人 不是仿冒版的假人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Oberto Condado 再來 Mathieu Vendipo 再來 Tade Pocaccia 再來 來過台灣的鯊魚哥 Vincenso Nibali 再來 Yonas Vingago Vincenso Nibali 我有一件事情要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一定要手背 Vingago 這個單字 V-I-N-G-E-G-A-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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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G-E-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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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電源 這個 阿 V-I-N-G-E-G-A-R-D 阿 … 錯 era Cardell Evans 哪 B-A-R-D V-I-N-G-A-R-A-R-D V-I-N-G-A-R-D K-A-R-D X-C V-I-N-P-A-R-D 我 我在 都是钢管材质 当时甚至还没发明卡踏系统 都用狗嘴套 这些古董脚踏车 在当时那个年代 绝对是最强的神兵利器 逛完单车博物馆之后 再带大家来逛逛 Semarino 正式名称为圣玛利诺共和国 统称Semarino 位于意大利半岛的 雅平宁山脉东北侧 处于被意大利包围的 国中国状态 Semarino国土面积61.2平方公里 人口33344人 圣玛利诺之名 来源于公元三世纪 一个叫圣玛利诺斯的石匠 他来自当时罗马帝国的 殖民地拉布岛 公元257年 圣玛利诺参与了 里姆尼的城墙重建工作 该城市的城墙 曾经遭受里布尔尼亚海盗的袭击 而被破坏 公元301年 圣玛利诺在地塔塔山 修建了一个独立的修道院社群 讲了这么多 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眼前的这个坡 真的很陡啊 现在很尴尬 有一些游客正在看着我骑脚踏车 如果我拖卡牵车 很没面子 如果我骑不上陡坡摔车 更是下西下井 台语丢脸的意思 我们绝对不能丢脸丢到Semarino 好险 我学艺有精 有撑到坡顶 坡顶好像是一个城堡 我听到九欧 只好转头就走 这种石头盖的城堡 是很漂亮没错 可是我又看不懂 如果是可以免费白漂白看的 那就看看 如果要花钱的 那就算了 因为这趟旅程要当Jason哥 我们远远看就好 在试骑比赛路线时 突然看到一台汽车 火烧猪头皮 面熟面熟 啊 是我朋友啦 DD Sanft 看起来他还在睡觉 没事情 我们现在先不要吵人家睡觉 我们晚一点再来堵他 这一段坡 Strava路段 Samarino da Strada del Pante 距离7.03公里 平均坡度4.7% 我那天骑了20分53秒 平均功率290瓦 快要骑到坡顶时 眼睛一直雾雾的 不是因为近视 也不是因为老花 更不是因为白内障 而是我真的累了 在我迷蒙的双眼中 看到环发登山点的这些牌子 好嗨啊 有人靠过环发登山点吗 不好意思 我就靠过环发登山点 而且还有录影存证 把自己的脚踏车 带来追环发登山站 在比赛当天早上 四骑比赛路线 确认 是人生必做清单 好啦 该来看比赛了 我们来找朋友一起看比赛好了 这位DD Sanft 非常有名 应该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单车车迷 17年前我刚骑脚踏车的时候 就看过他站在路边 帮Armstrong加油了 没想到现在可以亲眼看到他 从电视里面走出来 这趟旅程 只会票价了 这台汽车我看起来蛮理想的 拿来追环发刚刚好 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 这台汽车是没有穿上衣的 法国人租的 DD是德国人 他们两位是好朋友 他们也都顺利追完环发21站 我后来也都跟他们当了好朋友 因为常常见面 尤其高山站 都会遇到 前面是要走路的 要走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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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发路的 不是重新的 以后 上前面是在路上 而后 就能走路上 而接着 路上 以后 在路上 马上 以后 之后 你那裡去哪裡? 那裡? 沙陸卡民裡 沒有安排車 沒有安排車 沙陸卡 17% 沙陸卡人只是腳 沒有安排 這兩位大叔 到底是在講三個小朋友啦 我就硬跟人家尬聊 經過我們 雞同鴨講了一番 大概就是在討論 明天第二站的路线 Saint Luca爬坡很陡 最陡坡度有17% 汽车不能开 还发的比赛都会有花车游行 Caravan 这是我第一次看花车游行 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可以拿到好多免费的礼物 可是看了几站花车游行之后 我反而会避开花车游行 因为看花车游行太累 很伤精神 而且花车游行一定千篇一律 毕竟就是那些花车在跑 我的目标是看完还发21站 体力的分配很重要 不能随便浪费体力 还发真的是世界顶尖的赛事 光这个花车游行 就超过10分钟 在花车游行过后约一个小时 集团终于要来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Roman Bardet 跟他的队友 因为那边网路不好 没办法用手机看直播 我当时觉得很纳闷 怎么是两个同队的 两支同队的在领先集团 这是在还发很少出现的状况 再来 主集团来了 我当下真的超级兴奋 世界级的顶尖车手 在我眼前骑脚踏车 阿斯 我无法形容我当时内心激动的感觉 我只能说 当时我拿着摄影机的右手 在发抖 到底是谁想出这么天才的企划案 要现场追买还发21站 为了享受这一刻 做什么都值得 好啦 我们还是不要太兴奋 这只是第一站 我们先热身一下就好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20站的还发要看 影片到这边结束 我们还发第二站见